你怎么离开呢 什么意思 我想把自己关起来写东西 不离开广州吧 志平 我必须离开石工队 离开广州 志平 我就不明白了 你在广州待着 怎么就不能写作了呢 你写作还非得去一个 什么特别的地方吧 志平 我必须得离开广州 你离开广州我不同意 你这工地离开我不一样赚钱 我习惯了你在这儿待着行吗 志平 我 不光是写作 我还想回去结婚 我想跟着 出门结婚 我跟志华结婚 怎么了 我配不上你们 你 你跟志华结婚 你们老子谁都不跟我说这手上 现在跟你说也不晚了 大舅哥 我呢和志华都商量好了 我给周云帮完忙之后 我就和志华结婚 只要李林的母亲还在世 我们就一直住在东北 现在你不会再让我留在广州了 我现在想超过 志平 下海这么多年 我觉得 我错了 真的 我觉得我至少是部分错了 年轻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诗人 什么都不管不顾 我除了写诗我什么都不管 什么老婆离婚 孩子出国 我都没忘坚持写诗 那个时候好多人笑我笨笑我傻 甚至说我不正常 可是我都是一直在坚持啊 我知道 你不是差点出诗集了 我就是因为出不了诗集 我才跑到深圳来炒股 十年 我离开诗已经十年了 说真硬话 我呢也不知道自己 现在能不能写 可是我就是想写 我就是想守着那一行一行的诗句 那些韵律 节奏 那些笨笨的傻傻的东西 你是因为失望了才来广东 可我却是因为爱才来广东 可我却是因为爱才来广东 说实话我不想来 我就想守在家里 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 平平常常的日子就是好事 我来到广州以后 我才知道身不由己 就好像要有一股力量推着你往前走 不知不觉的 就走到今天这地步 我告诉你 苏哥 其实我一点都不恨着我 从来都没恨 我是为了他才来到广东 如果没有他 我也不会下海 没有他我也吃不了这么多苦 那苦的有滋有味 说得好 苦的有滋有味 你说得太好了 苏哥 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一句话吗 每一个来广东的人 都得死定 我死过了 可我要活过来了 好 好 好 主持人 这么多年我们俩在一起 在一起喝酒 在一起工作 在一起吵架 我们好像还没有互相的这种吹风 这样 要走了 咱们两个互相跟人家走 好 别看着我 你先说 干吗 您别赠言啊 你先说 突然间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其实苏哥是你嘛 你这个人不是你表面不现的这个样子 好像什么都不在乎 什么都无所谓 其实在你心里有一团火 好像一直在寻找你 也许今天 我才知道你在找什么 你在寻找爱 一份简简单单的爱 我说得没错 我呢也不知道你说得对不对 也许吧 志平 我对你我只想说一句话 我就希望你永远要像现在一样 一直一直地做一个好人 你看我来广东这么多年 我见过大大小小的老板 可以说是无数的 但是我只要见着你陈志平 还站着活着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是对的 是美好的 是有希望 这样 人以理直信 要谢谢你替我守着这些美好的东西 谢谢 要走了 我送你个字 什么嘴 好 那我也送你个字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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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kaar 找个字 商铺先放一放 我们公司现在 路牌广告有多少块 有五千块 五千块 那就再加五千块灯箱 让我们的公司夜晚也要两千 老板 今年我们的收入突破了两百万 太好了 这是我们最好的一年 您管你 您马上给我开一张十五万的支票 我要用 好 好 苏果 集资款 还有杨队长他们三十六万 都可以还清了 对 还有公司 租房子管盘的 未能兑现我的承诺 杀猪请客 你可不许提监督 你得等我请的客在做 你什么时候请客 年底 庆祝公司成立 共同迎接两千年 志平 我都跟人家志华说好了 我无论如何都回去 你这还有这么长时间 你等到年底 我恐怕我等不着那时候 真的 是 苏果 这事 我想了一下 能不能跟志华打个电话 让他带着他娘 他儿子 到广东来过年 你告诉他 我跟大姐都想他了 我想把所有人 聚在一起过这个年 就像那年 我们刚到广东一样 是个好主意是没有 这样 这样 我回头我给志华打个电话试试 该拒一拒了 是 该拒一拒了 该拒一拒了 吴总 挥一挂 我给他摸一下 我不再拒一拒 我想说 事件 第9个 那 아닌糟 把第2个 унк ar Core 王首席 集资款我都还清了 智芳回来了 累了吧 今天上手术了吗 我拿了 那个 那个晚上饭啊 晚上饭是我做的 东东可爱吃了 我在锅里留着呢 你听说了吗 周云啊发大财了 赚大钱了 一天到晚都是浅浅浅 门门一锁 进 姚姑父 桂花 我包了点汤给你们送过来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陪你姑父来玩天去 我知道了 那我先上去看看 好 你蒸一下汤 好好好 表姑 还在跟表姑父生气啊 表叔都给我打电话了 让我过来劝劝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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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无法忍受的 所以现在 我们俩只能分居 他要是受不了 他可以提出离婚 表姑父不会跟您离婚的 他现在已经特别后悔了 后悔 早干吗去了 行了 不说这事了 你怎么样 写条生意还可以吧 现在店里生意越来越好了 每天忙都晕头转向的 我以前从来都没想过 我也能做生意了 多好啊 表姑 我特别感谢你们 桂花现在 能靠自己赚这么多钱 都是你们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以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现在我钱也咋够了 我想赶紧办户口 办户口啊 桂花 现在户口没以前那么重要了 你说你辛辛苦苦赚那么点钱 还是别买户口了 有了城里户口 那才是真正的城里人 你要是真想做城里人 不光有户口 你还得有房子呢 你说你没有房子到老了以后 不还得回到乡下去吗 等我有了城里户口 我再准备攒钱买房子 有了房子 那我就可以跟大君结婚了 到时候把我爸妈都接到城里来住 让他们也过城里人的生活 舒老师 您的这两篇文章不是文章啊 这是两颗炸弹啊 您绝对不能随随便便的 就把它丢出来 舒老师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呢 这件事情就由我来运作 我保证 这两颗炸弹 能够达到今天动地的效果 我写这篇文章啊 其实只是想扩大公司的知名度 城堡工程的时候占点便宜 可是谁知道写着写着 我就动了感情了 你看小李啊 写实作文你不行 吹牛炒作我不行啊 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其实这个世界上 还是挺温暖挺温暖的 既然呢您这么相信我 我呢一定会帮您把这件事情 完成得漂漂亮亮的 谢谢 今天是我们建龙建筑公司 挂牌成立的好日子 从今天起 我们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们有了自己的公司 有了自己的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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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把大伙呢 请到这儿来 你们这三十六个人 是最早跟着我一起干的三十六个人 这几年我们过得不容易 差点就趴下来了 可现在 我又站起来了 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有所有工人的支持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你们伸手帮了我 你们每个人拿出了一万块钱 一共是三十六万交给我 我记着呢 我记着呢 一直没有还上 一会儿大家可以到尹快景那儿 把这笔钱领回去了 但是事情到这儿 不能就算完了吧 我还是要给大家一个交点 所以从今年开始 公司要拿出百分之十的股份送给大家 也就是说 你们今年开始 你们不光要领自己的工资 到了年底 你们会有百分之十的分红 杨队长 这百分之十如何分 你们讨论一下 给我一个方案 我来审订 陈总 我看就不用开会讨论了吧 咱们就是评分 工人们都很高兴这样是不是 对 老板 百分之十多钱 这个啊 就看每年的具体情况 今年 我们百分之十的利润是二十三万 好 好 来 来 陈总 方便泡泡 泡泡 陈主平 你出名了吧 本人的大作底线 还加了编辙啊 你好好看看 看完了 我再告诉你一件大事 我说你也太无聊了 写这些的吧 还有什么事说吧 小李啊 过来一下 好 林书记 这篇底线的文章你看了吗 我看过了 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啊 很感动啊 但要是我 可能做不到 你说的是真话 陈志平这个人哪 他做的事情 谁都做不到 是这样 我想见一下陈志平 你安排一下 我安排到明天下午三点吧 你把他带这儿 好的 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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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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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是想啊 了解了解真实情况 别的公司我不知道 我花在这上面的钱 应该是我利润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那么多啊 我的公司肯定不是最多的 有些公司会比我花的还要多 小诚啊 我很欣赏你所坚持的那个底线 不损害国家 不损害他人 说说容易啊 可是要是想守住这条底线 很难啊 这十几年 就是人家给你送钱吧 我就说 第一次顶住了 第十次 第一百次呢 难哪 在广东这十几年 我也认识了很多人 各式各样的人都见过 各式各样的老板也见过 我啊 对你的印象是最深的 就像啊 你不投机 不取巧 有道德 有底线 你所走的路啊 证明我们也可以干干净净地挣钱 问心无愧地致富啊 林主任 我没您说得那么好 为了拿公证 我也给别人送过礼 甚至送过钱 你要说你没送过 我反倒不相信你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 经济发达了 国家富强 人民富裕 我们也得到了很多很多 可是啊 我们也不能光看到 我们得到了些什么 我们更要认真地 仔细地去想一想啊 我们究竟失去了些什么 有些东西啊 是不能丢掉的 如果丢掉了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也就不存在了 小船长 你的坚持 你的底线 也让我想到了很多很多 就是这个 不能丢的东西 除了什么 承诺 筹猎 周园领导呢 已经肯定了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 根据上机的有关证词 你已经正式成为呢 本事公民 那么你的副口呢 也正式转为城镇副口 这是您的副口本 你正式成为本事公民了 我现在就是成立人 对 那我以后有了孩子 我孩子也是成立人 对啊 桂花 你咋哭了呢 这不是好事吗 你别哭了 你该高兴才对呀 桂花 来 祝贺你啊 谢谢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 桂花的理想也实现了 我宣布一个决定 今年啊 我跟志平都商量好了 所有的人都到广州来过年 就像当年在你们家过年一样 那 谁也不能缺席 那这 你别说 必须来 还在我们家行吗 必须 都到广州来 对 必须到大哥这儿 哦 哎 哥 你给志华打电话没有 他说 他来过年吗 不光志华回来 他妈妈他儿子 都一起来 真的 还有啊 志华一家人啊 不光是来过年 志华还要到广州来结婚 结婚 他找对象呢 找谁啊 谁啊 哥 志华有男朋友了 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有名 看看我 我看你干吗 你看着我 你 这 你长得好看啊 看着你 志华男朋友就是男朋友 什么 这 你拉倒吧你 我们志华能看着你是吧 是吧 这我 这 这长得真 杜老师 志华一男朋友真是你啊 志明 你快 你快点帮我证明一下 搞得我跟假冒为的全力 让我证明 苏柯跟志华 要在年纪前结婚 而且志华 结完婚以后 不回东北了 那苏老师请客吃饭吧 就是啊 吃大餐 太好了 志华 是吧 烦不烦 苏柯 我什么也不说了 谢谢 苏柯 请大餐啊 请大餐 喂 请问你是谁啊 悠悠 小姨你是小姨 小姨你在哪里 我是悠悠 好 悠悠 在跟谁打电话啊 大姨和小姨打电话 小姨啊 我看 喂 喂 小颖啊 小姨你在哪儿啊 你好不好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你今年过年回不回来啊 我们都想你 你这死丫头 也不知道打电话回来 是不是悠悠 我们想小姨 对吧 喂 喂 小颖 小姨把电话挂掉了 春华 把那酒每桌都摆坑两瓶 苏总 看一看 齐不齐 挺直挺直 挺直吧 可以可以 春华 你快点帮这十名干一干 你别总在这儿待着 踢都赶紧做了 怎么那么懒呢 李奥 赶紧组织人 把那个酒杯都送好了 都各说都摆上 林师姐 这边 好 工人们听说您要来 都高兴得不得了 是吗 苏总 赶紧介绍一下 这是苏总 苏哥 林书记 你好 你好 林书记 欢迎 欢迎啊 对了 这边 这是那个小雨天啊 你赶紧打一个 苏总 你先陪林书记进去 好好好 林书记 林书记 请 好好好 你先麻烦了 来来来 李文请吧 来来来来 喂 你好 萧莹吗 我是达哥 哥 你还好吧 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 你不用问我 从哪儿来的你的电话 今年过年回家来过吧 在广州 对 在广州 好 志华带着他妈妈 孩子 都回来了 志华还有永明 苏哥 大家都在 大家想让你回来 一起过一个团圆年 哥 我想考虑考虑 你必须回来 行 我答应你 过年我就回去 好吧 我们当年 好 好 好 邝老板 你也在广州 陈老板 是是是 我 我 我是是在广州 我那不是给送 送猪肉的吗 那那啥 我从东莹出来以后吧 我就没离开广州 但是我确实很不顺 做了几单生意全都赔了 但是我现在明白一个道理 我现在被时代淘汰了 我应该算最早下海那一批吧 一猛地栽下去 醉也瘦了福也降了 该潇洒潇洒了 现在我真的用女文化人话说 我比较淡定 我做个小买卖去去卖个猪 送个猪肉啥的 我挺知足的 不像你 很成功 你现在是大老板了 哪儿的话呢 什么大老板啊 谦虚 我问了什么 我 我还有两个那个猪 猪 猪肘的还没运上来 我去运一下啊 你 你先忙着 好 再见 再见 好 发费啊 抽出空来来看望大家 来参加我们的庆宫宴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林书记 给大家说两句吧 今天呢 我就不讲话了 今天我是特意来吃饭的 表示欢迎 谢谢 谢谢 我们这长卓宴终于实现了 下面请我们公司的总领导 陈老板给大家说几句好不好 好 谢谢 又是一年过去了 大家也辛苦了一年 这是我们公司最好的一年 我们干了三个大工程 而且我们的公司也正式成立了 挂牌了 租了办公的地点 我们有了基地 有了自己的家了 这一切 都是大伙干出来的 我在这儿 感谢大家 今天从早上到现在啊 我听到了很多好话 有的师傅见着我就笑 有的师傅啊 对我说我是个好人 说真的 我也觉得自己是个好人 但下海这几年 我明白了 光做一个好人是不行的 还得做一个能人 做一个有能力的好人 只有这样你才能为社会 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师傅啊 都要做有能力的好人 这是我的真行吗 下面 让我们举起酒杯来 为我们以后 更加美好的未来 干杯 干杯 谢谢李书记 不客气 好 大家请用餐 吃好喝好啊 又有啊 又有啊 乖啊 又有有 记得叫人 去吧 爸爸 周园 一起过年吧 叫妈妈一起过年 妈妈一起过年吧 妈妈一起过年吧 来 自己下来走 来 爸爸拉着 天喜年到了 我们全家又聚在一起过年 和第一次在广东过年时 一样的笑容 却是不一样的内容 改革的大潮 把我们推到了彼岸 不管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是否成功 你都经过了改革的洗礼 改革 使我们成功 成熟 使我们拥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从这里出发 我们要拥抱世界 就是那年 我被那个王学子可骗了 那会儿我还想不通 差点就 差点就套合了 对话姐你知道吗 当时知方姐 为了让我来劝你 给我发了一百块钱的奖金 好啊你们 来 手都倒上了 好喽 多吃点啊 好 那边 周园 咱们上次一起过年 九四年的时候 赵有没有人到啊 这一晃又是七年过去了 是啊 问你个事 谢谢您姐 还跟着呢 咱们咱们 这顺和您的说吧 来 酒都倒上了吧 等我说 等我 两千年新年 我们一家人又聚在一起了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来 新年快乐 来 新年快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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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家的好规矩啊 明年这个时候得发红包了 今年还是一样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 好 吃饭 好啊 谢谢哥 好 谢谢 还有我 有 咱们家的规矩 对啊 全家都有 这个是苏客 我也有份 露香水俗 新年快乐 谢谢谢谢 吉祥主意 你们俩吧 谢谢表叔 谢谢哥 谢谢 谢谢哥 好啊 谢谢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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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音 怎么今年多了我呢 哪年少了你 我就算了吧 家里的老规矩 规矩不能破 挺好的 你看 可包乖啊 别死 这个是我自个儿的 好 我们红包也收了 但是我刚才听苏客说 都给我们还准备了别的礼物 对 什么呀 发红包你们是笑啊 这个拿出来你们得哭 快看看 这个啊 是你们给我写的保证书 哪一个人都有 这放了最多 不 从六岁开始落血 四十九分了 老颖你也别少 四十一 志华 十二分 谁还有周云呢 苏客有一个 我还有啊 好 好 永明 一个 今天就还给你们 自个儿说好 好 以后可以拿出来看一看 回忆一段那段日子 大哥 我又写了一封保证书 我 我给大家伙儿念念 坐下见吧 来 来 保证书 我赵永明 对不起志芳 对不起全家对我的期望 我希望志芳 还有咱们全家 能给我一个 回过的机会 我保证 会对志芳好 会对全家好 做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特质保证 赵永明 行 我看这保证书写的哈 这样我提个建议啊 咱们把这九四年 咱们这个广东宣言 再重新看一遍好不好 有吗 有有有 来来我给你打一下 这就是我们九四年一起过年 好 来 让咱们重新感受一下 咱们当年的欢乐 吉祥如意 酒家真好 黄毛都拿到了吧 大家看我手里的 这个小本吧 顶上有四个字叫 广东宣言 这四个字不是我想的 是人家志平想的 苏大叔这个好 还让我写一份广东宣言 想来想去呢 就写了这么几条 来 念一张 广东宣言 我们庄园的宣告 我们为 赚钱而来 回九死而不回 我们为了美好的生活而来 所以回九死而不回 在广东 我们要努力工作 努力劳动 不怕苦不怕累 我们要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 创造财富 在广东 我们要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 不管发财还是没发财 都要合物相处 共同心 来 在广东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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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 在广东宣言 不说 的广东宣言 不说 一定虽然 服务生 你也不再无所谓 可可可可可 你不肯定虽然 很高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